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国的国家 这也让其他国家十分的羡慕 的确中国的土地拥有着各种丰富的资源 但是资源的分布却不是很理想 有的地方资源过剩 有的地方极度的缺乏资源 因此我们要通过人为的方式 来改变这种资源分配不均匀的局面 我国的滇重地区 曾经一度是非常的缺乏水资源 这个地区总共有着四个城市 总共有着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而这个地区大部分都是高原和盆地 以山地地形为主 所以能够被开发的潜力非常之大 并且有着很高的经济价值 但是这个地方曾经存在着 非常严重的功能性问题 严重地阻碍了这个地区的发展 无法让这个地区的价值最大化 因此就出现了滇中饮水工程 这个工程主要是 把来自于金沙江的丰富水资源 引流到这个地区 从而让资源的分配更加的合理化 这项工程的总投资 达到了惊人的780.48亿人民币 整条工程长度约为661公里 可谓是声势浩大的工程 汇集将超过3.69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而在这个工程建立完成之后 每年年轻的总水量 将会达到34亿立方米 这可是非常惊人的水量了 这项工程预计将会花费96个月的时间 而这项工程在光是决策时间的就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讨论之后 终于在今年彻底的定下来 如果这个工程完成将会汇集超过1112万的人口 这将是一个非常浩大的迷生工程 也是中国马上要展开的超级工程 我们期待被誉为基建广默的中国 能够再次给我们带来惊喜 也期待着中国再次让世界为之惊讶 如果这个超级工程完成了 那么我相信肯定会比港珠澳大桥所带来的效果更加的震撼 你们是否期待呢 本期就到这儿 期待你的留言和评论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